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这节课呢,我们来继续制作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访课统计 那么这里呢,当然还需要大家去完善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统计这里呢,给它加一些说明 那比如说,好,红色的这条线呢 红色呢,表示什么呢 红色比如说表示今日 然后呢,绿色呢,表示昨日 然后男色呢,表示这个平均值等等 那么都需要大家呢,去这个完善一下 好,那么由于这个课程呢 这个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这个制作了 那么就当时留给大家的作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里的制作呢,也是相当的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中文网 好,v3.bootcss.com 然后呢,找到这个组件这里 然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里有个这个进度条 好,点一下进度条 然后呢,我们找到下面 好,找到一个这个 好,条文的这个效果 条文效果的进度条 然后呢,这里下面呢 它给出了我们这样一个代码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来进行这个打开 好,这个 这个上级的这个GIS文件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关闭掉了 好,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创建这个面板 创建一个面板组件 OK,然后呢,把这个画布呢 给它去掉 然后中间呢,来粘贴这个内容 好,粘贴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呢,过来粘贴一下 好,粘贴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 怎样的一个效果 好,来刷新 那么,打开之后呢 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统计图表 对吧 OK,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只需要给它加上一些 描述性的这个文字就可以了 首先呢,这个面板的这个文字呢 标题呢,是这个服务器状态 好,服务器状态 然后这里的话,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这个内存使用率 OK,40%内存使用率 好,40% 那么在这儿,找到它 好,第一个 那么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段落性的这个描述文字 还给它加一个这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P 加一个这个P标签来写 好,内存使用率 40%,这样就可以了 很简单 好,OK,很简单 内存使用率40% 然后呢,再往下是这个 数据库使用率 20% 好,P段落 磁盘使用率 60% CPU 80% 好,那么来刷新 OK,没问题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看到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多余的这个代码信息 对吧 比如说这里 完成度 然后以及它的样式 完成度60%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掉 也可以不去掉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那么去掉呢 最后呢 它的这个显示样式的话 是不会被改变的 OK 所以说呢 这个多余的代码呢 我们可以去掉 OK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了 来刷新 好,没问题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它是否自适应呢 好,自适应 装满箱呢 没问题 同纪图表呢 也是没问题 好 这里的话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样式的调试 比如说这里 那么这里的话 它的这个高度的话 是比左边高了一点 那么所以说 好,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调节 那么我们审查元素 直接在浏览器里面呢 来可视化的这个调节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 这个 什么呢 这个进度条 它的这个下边距的话 有这个 20 应该有多少呢 看一下这个 有20个像素的下边距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调试 比如说 给它更改一下 好 比如说给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这个 改成这个15个像素就可以了 所以说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 给它这个改一下 然后写入我们的样式 那么让它这个面板呢 看起来呢 更协调一些 然后呢 找到这个 css 给它加一个 好 加在这里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遇到的第一个这个需要更改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进度条 进度条 进度条的下边距 进度条 就写一个进度条就可以了 好 然后 然后呢 保存一下 好 再来刷新 好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服务器状态的一个制作 服务器状态 好 那么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呢 是这个 流言版的这个制作 那么这个呢 就留到下节课来进行讲解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下节课我们继续 好